基础生物上册 1-1 生命现象 这是1-1的重点内容解说 适合103年高一的新课程 我们在了解生命现象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生物跟无生物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首先先提到生物 生物是指具有生命现象的个体 这种我们就叫做生物 有生命现象 像一般我们熟悉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这些都是属于生物 所以微小到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 甚至大到数公尺、数十公尺的植物 以及一些大型的动物都是属于生物 而不具有生命现象的个体 我们就称为无生物 无生物包括像岩石和矿物 这个是属于无生物 生物跟无生物这两种 一个是有生命现象 一个是没有生命现象 可是它们都是由分子所组成的 所以如果从它的成分 你不一定能够区别它是生物或者是无生物 从地球的历史发展到现在 科学家推算以目前而言最早出现生命的时候 大约距离现在30亿年前 30亿多年前那时候在地球上有大量的蓝绿菌 可是这个是目前我们所发现最早的生物 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存在地球上最早 而可能是有些更早的东西 因为并没有被留存下来 所以我们无法去精确地去测量 最早的生物实际上在何时出现 像这图上面 微生物是使一般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是微生物 像这个图是在显微镜底下我们所观察到的大肠杆菌 而底下这个是蓝绿菌 像大肠杆菌和蓝绿菌 这些都属于云和生物 这个肉眼我们无法观察 所以一般都是用显微镜 甚至有些需要用到电子显微镜 才能够看得更清晰 而植物的部分 上面这个图 这是一般在山区或者潮湿的地方 容易见到的蕨类 而底下这个是在公园或者在阳明山 在春天的时候经常盛开的杜鹃 像蕨类或者杜鹃 这些都是属于植物 植物都是属于生物类 而动物像大型的哺乳类老虎 这个是属于脊椎动物的哺乳类 而鸟类像这是台湾南雀 像这个台湾南雀被称为台北市的四鸟 这个也是属于动物 水生物的范围包括 小吃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 或者不能动的植物 以及可以扔引移动的动物 这些都是属于生物 而像这些 这个则是属于岩石 玄武岩 安山岩 或者大理岩 像这些是存在地球上的岩石 岩石不具有生命现象 岩石它不是生物 除了岩石之外 像底下这三个图 它们则是矿物 像这个是滑石 这个是方解石 这个则是石膏 滑石 方解石 石膏 它们都是属于矿物 岩石跟矿物都没有生命现象 所以岩石和矿物都是属于无生物 一般我们所讲的生命现象 是指生物如果具有代谢 生长 生殖 以及感应和运动 具有这些生命特征 我们就称为生命现象 而这些生命现象 一般的生物而言 可能同时具有多种的生命现象 可是有些生物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生命现象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判断生物或者无生物经常不需要同时具有所有的生命现象 所以比方说像植物就没有明显的运动 所以对于生物的判断 我们并不需要同时具有所有的生命现象都同时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也很难用单一的一个生命现象去判断这个物体 它是生物或者它是无生物 从生活经验里面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生物会有胎械和生殖等这些生命现象 我们刚刚提到植物没有明显的运动 可是植物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感应 有可能借着运动来表现出它的生命现象出来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生物所具有的生命现象有哪些 首先 生物会有代谢的行为 除了代谢是跟银银有关系 生物所吃进去的养分 借着在体内进行各种化学反应 于是产生了各种的代谢反应 生长以植物而言 像植物从种齿慢慢发育形成了胚芽 最后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这个过程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运动 一般的动物会有明显的运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具有明显的运动现象 比方说像珊瑚 珊瑚属于固着性的生物 它并没有明显的运动 所以珊瑚曾经把珊瑚误认为无生物 感应 生物对外界的环境刺激 所产生的反应 我们也称为感应 像这个图上面 你会发现这里的项日葵几乎都朝向同样一个方向 这是因为项日葵本身有相光性 阳光照射的位置就是项日葵所面对的位置 像这个是青蛙的假交配行为 在两生类的生殖行为里面 熊蛙会趴在齿蛙的身上 熊蛙的前肢紧紧抱住齿蛙 随后齿蛙受到刺激 齿蛙随即就排卵出来 而熊蛙马上也排出精子出来 这样子可以促使精细胞跟卵细胞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同时排出 而且因为近距离可以让精卵结合的效率更高 这个是青蛙的假交配行为 像这个是犀牛的生殖 我们看犀牛生殖的录影片 像这是六福村的白犀牛 六福村的工作人员把犀牛的生产过程整个拍摄下来 像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是胎盘 生长过程会有出血的情形 像这个是小犀牛的头 像这样就几乎快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犀牛的头 这整个胎盘也一起出来 像刚刚的带子是犀牛的胎盘 小犀牛在生产过程里面也跟人类一样都是头部掀出来 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运动 植物没有明显的运动 可是并不是表示植物本身它就完全都不会动 实际上在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发现寒羞草有触发运动 触发运动是植物对外界的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这个也是一种运动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手去触碰寒羞草之后 我们发现叶片会向上闭合 一片一片的由前端慢慢往末端的地方 其实不一定要整个叶子全部都碰到 你会发现只要碰到前缘的地方 由于水分离开细胞了 这时候慢慢的一片一片往后就慢慢的闭合起来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轻轻碰一下整个叶片一片一片的这样子整个闭合起来 这个就是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所以触发运动也是植物的一种运动方式 植物对光线的刺激同时也可以表现出相关性出来 这种相关性是植物因为环境刺激造成体内生长出的分布不均 因此具有了相关性 相关性是对光线的一种感应 而且也是一种运动的行为 属于休眠的种齿 种齿即使在休眠状态 还是会有代谢作用 只是它的代谢会比较缓慢 可是我们提到病毒 像病毒它只能在生物体内进行代谢作用 如果离开了生物体之后 因为病毒本身自身缺乏酵素系统 只能借着宿主细胞的养分在宿主细胞里面进行繁殖 如果这个病毒它离开了生物体 它会变成没有生命现象而成为结晶状 因此在目前我们把病毒的分类 我们认为病毒是介于生物跟无生物之间 因为它只能在生物体内具有生命现象 可是离开了生物体之后 它的生命现象就完全消失了 所以病毒我们把它归类于 介于生物跟无生物之间的种类 生物的感应 当生物感受外界的环境刺激 或者内在的环境变化时 所产生的反应 这个我们就称为感应 感应在植物上面有植物的相性 相性是由于环境刺激 而导致植物体内生长素的分布不均匀 所以比方说像植物的相光性 或者相地性 都是和生长素的分布有密切关系的 而植物除了相性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氢性 氢性是和水分进出细胞的棚压有关系 像植物体的轻性 例如含羞草的触发运动 坐降草的睡眠运动 或者水分进出保卫细胞 这些都是跟轻性有关系的 植物有相性跟轻性 而动物对于环境刺激所产生倾向或者背离的行为 这个动物我们就称为蛆性 水像飞而扑火是由于额类对光有正的趋光性 蜗虫喜欢栖息在石头的下方 这是因为蜗头对光线它有负的趋光性 像这个图是由于光线刺激 使植物的经产生向光弯曲的这个行为 这个是向光性 像这个是寒羞草 寒羞草只要一碰 它就会立刻闭合起来 这个是寒羞草的触发运动 这个是跟轻性有关 像在玉山高海拔生态中心 研究人员经常利用夜间的时候 借着灯光吸引蚵类靠近 来研究高山蚵类的生态分布 像这边的三张图形 第一个是植物的相光性 这个寒羞草是属于触发运动的轻性 蚵类则是借着蚵对光线有趋光性 都是属于生物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运动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 简称代谢 是指生物体内所有化学反应的转换过程 而这些化学反应的转换过程 我们统称为新陈代谢 或者也叫做代谢 我们把代谢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做同化作用 另外一个则是异化作用 同化作用跟异化作用两者最大的区别 同化作用可以说是把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它的目的是在建构细胞 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这个物质的合成 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以适合生物体内的需要 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同化作用 例如像淀粉糖类在生物体内合成 是将葡萄糖或者果糖 合成生物体所需要的淀粉或者糖类 比方说干糖 光合作用是植物吸收光线跟水分 来产生氧气跟葡萄糖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属于光合作用的反应 光合作用跟糖类淀粉的合成 这些都是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这个都是属于同化作用 而异化作用是相反的 指在细胞里面 我们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过程 像这种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它需要释放能量 因此把能量释放出来 使大物质分解变成了小物质 这个过程我们也称为异化作用 或者是属于分解作用 生物体内如果同化作用 大于异化作用的时候 表示生物体它有明显的发育行为 所以一般食物在生物体内消化 或者是呼吸作用 都会属于生物体内的异化作用 如果我们以表格来区分 同化作用跟异化作用的差别 同化作用我们也叫做合成反应 异化作用则是分解作用 所以一个是物质的合成 另外一个是物质的分解 整个以物质的变化而言 同化作用是把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而相反的异化作用是把大分子合成小分子的过程 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我们发现当你把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消耗能量 所以消耗能量这个也称为吸热反应 或者是吸收能量的反应 而异化作用是指把大分子分解变成小分子 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这个过程是将物质分解成细小的为例 而这个分解过程里面 它同时也会产生能量 所以是一种适能的反应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比较这两种 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比方说我们把普拉糖跟果糖合成蔬糖 这个是属于单糖合成双糖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小分子合成大分子的反应 氨基酸可以合成蛋白质 这个是将氨基酸合成生物体 所需要的蛋白质成分 这个也是属于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这个也属于合成反应 第三 我们将脂肪酸和甘油合成脂质 或者称为中性脂肪 这个过程 这是小分子合成大分子的反应 所以这个合成反应 它也是消耗能量的 所以像光耳作用 是植物借着吸收光能 然后把水分解 同时把二氧化碳合成了葡萄糖 这个过程是把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所以这个反应 它是消耗能量的反应 而抑化作用 抑化作用 是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所以比方说像把麦芽糖合成葡萄糖 这个是大分子合成小分子的过程 像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 像这是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的过程 而这个分解过程会产生能量的 呼吸作用 不论动物或者食物都会进行呼吸作用 而呼吸作用是借着我们把葡萄糖分解 产生水蒸气跟二氧化碳的这个过程 这过程同时把能量释放出来 这个我们就称为氏能反应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生命现象里面的 生长跟发育的过程 生长是指从小个体变成大个体 所以植物从种子萌芽到新个体生长 这个是需要生长的历程 小鸡变成公鸡或者母鸡 这个也是需要一段生长的过程 樱花从开花结果整个过程 它也是一种生殖的行为 因为食物本身 从开花结果到最后产生种子 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生命现象的反应 而鸣羊从小个体变成大个体 借着母体的照顾 因为哺乳类都有明显的育幼行为 在育幼行为 清代的保护下 子代可以生长得更好 而且也获得更完善的照顾 所以我们提到的生长过程 生长的目的是透过细胞分裂 使细胞数目增加 或者促使细胞的体积变大 这两者的差别 如果生物体当生物体的同化作用 大于抑化作用的时候 这时候表示 核生反应进行的比较旺盛 所以这时候就表现出了生长的行为 以单细胞而言 单细胞的生长因为只有一个细胞 所以它只能让细胞体积增加 而多细胞的生物 除了细胞体积明显增加之外 整个细胞数目更是明显的增多 生长经常也伴随着发育 所以像受精卵的发育过程 经过不断的细胞分裂 整个细胞数目增加 细胞体积明显增大 同时细胞也进行各种的分化现象 所谓的分化 是指细胞在整个成熟过程当中 会针对细胞的位置 形成各种不同的生命特征 以及独特的生命构造 所以细胞分化是我们能够区别 单细胞或者多细胞 这两大类生物最明显的差距 而多细胞生物的生长过程 除了细胞数目明显增加 个体的体积也会增加之外 同时它伴随着细胞的分化过程 以促使生物体发展出 各种不同功能的独特细胞 而生物在生长的过程里面 它必须经历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 到最后成为个体的行为 所以植物从种子萌芽 一直到具有根、筋、叶等生殖器官 这种完整的变化 这个是属于生长跟发育所具有的特征 生长的过程会伴随着发育 以钛儿而言 从最初的精子跟卵子结合 形成了受精卵的过程 而受精卵在子宫里面着床 从单细胞变成了多细胞 不断的细胞分裂 使细胞数目明显的增加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像这个是在26周以后 胎儿已经有完整的雏形 这上7周 38周 胎儿已经即将发育成熟 准备要生产了 所以我们提到了发育 所谓的发育是指 细胞经过形态及功能的特化 针对每个特殊构造 形成特定形态或者成熟的个体 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发育 因为发育的过程会明显的伴随着细胞的分化作用 因此我们讲多细胞生物 在生长过程里面 它会有细胞分化的现象 而细胞分化完以后 细胞经常是呈现不同的形态 或者不同的构造 而且这些构造具有特殊的独立性 所以我们提到细胞分化 细胞分化是指细胞在分裂的过程中 连带它的形态以及它的功能 也跟随着改变 这个是细胞分化 生物体在发育成熟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成熟个体 因此一个成熟个体 它就具有了生殖能力 所以我们判断个体有没有成熟 经常是以这个个体 它有没有生殖能力 来做主要的依据 而感应 所谓的感应是对外界的环境刺激 所产生的反应行为 这个称为感应 而感应除了外界的环境刺激 或者内在的环境变化 都能促成反应的行为 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为感应 而感应是生物体求生存 所必须具备的特殊功能 所谓的感应 我们可以包含像动物的趋性 植物的向性 以及植物的轻性 以生活中的例子而言 动物的趋性 脊椎动物它对于环境的变化 可以产生比较复杂 而且灵敏的神经系统 并且这些神经系统 还有专门挣扎刺激行为的感觉器官 所以脊椎动物里面的哺乳类 它相对的 它感觉系统比较灵敏 而且是充分的 植物的向性 植物的经可以感受外界光线的刺激 朝向有光的那一面 生长的会比较慢 而背光的那一面则生长的比较快 所以借着光耳作用的进行 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光线的刺激 对环境的变化所具有的影响性 所以比方说细菌它可以侦测 四周环境中养分浓度的高低 而朝向养分浓度比较高的方向移动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感应的时候 所谓的感应是指外界的环境刺激 身体所产生的反应动作 这个称为感应 从这些里面我们来比较 各种生物对环境刺激 所产生的反应动作 蚯蚓本身有负的虚光性 所以如果遇到光线的刺激 它会躲进土壤里面 这个是负虚光性 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进食 这是身体所发出 惊讶的讯号所产生的反应 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流汗 这是身体体温过高的时候 我们会借着流汗 来进行调节身体的体温 小孩子在饥饿的时候 会想要喝奶 这个是身体所发出饥饿的讯号 口渴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喝水 这是身体所发出的讯号 所以我们会想要去补充水分 狮子追路 路为了生命安全 它必须去逃命 这个是外界刺激所产生的逃命动作 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刺激 使生物体所产生不同的反应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运动 所谓运动是指生物体 借着身体的特殊构造 为了要因应环境的变化刺激 来产生运动 目的是我们要达到逃避敌害 或者是为了觅食 或是为了生存等这些目的 我们比较各种生物 为生物 动物跟植物 它们不同的运动方式 为生物里面 我们大家熟悉的草里虫 变形虫 眼虫 草里虫的运动构造 是借着鲜毛在运动 而变形虫 是借着身体的胃足在运动 眼虫 则是借着鞭毛在运动 所以 草里虫的运动构造 是鲜毛 而变形虫的运动构造 是胃足 眼虫的运动构造 则是鞭毛 所以这是原生动物里面 特殊的运动构造 而动物 台湾猕猴 会借着灵活的四肢爬树 会面揪 会借着它的翅膀 在空中滑翔 海豚 则借着它强力的尾棋 进行跳水 熊孔雀 以它鲜艳的羽毛 进行孔雀开屏 来追求配偶 或者宣示领域 猎豹 它以灵敏的四肢 快速奔跑 来追捕猎物 黑面皮鹿 为了要躲避 严寒的冬天 所以它在冬天的时候 会从西伯利亚南下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候鸟迁移 植物 虽然它不能够任意的移动 可是 它可以感受外界的环境刺激 还是会有局部的反应动作 像触发运动 睡眠运动等 这些都是植物所进行的运动方式 触发运动 像寒羞草 我们提过 寒羞草在触碰的时候 叶子会向上闭合 墓地可以减少受害 睡眠运动 像菜豆的叶片 在白天的时候 它是平坦张开 可以在白天的时候 增加叶片吸收光线的面积 以进行光合作用 可是到了夜晚的时候 则叶片下垂 可以减少增上作用的进行 像这个图 这是草鲁虫 草鲁虫在身体的四周 这个是密布的鲜毛 这个是变形虫 而变形虫 每一个所生出来的 这一个特殊构造 这个就所谓的胃竹 所以 借着细胞质的流动 这种变形虫 可以生出不同的胃竹出来 像这个是眼虫 眼虫借着它尾部的边毛 来进行运动 所以这三个都是属于微生物特殊的运动构造 草鲁虫外部有鲜毛 并形虫 身体有胃竹 眼虫 尾部有边毛 台湾猕猴 借着灵敏的四肢爬树 灰面鳩 借着强而有力的翅膀 在空中滑翔 海豚借着它强力的尾棋 可以进行跳水 这些都是各种生物不同的运动方式 所以 孔雀 它借着鲜艳的羽毛 追求配偶或者是宣施领域 猎豹 利用它灵敏的四肢 快速的奔跑来获取食物 黑面皮鹿 为了要躲避严寒冬天 所以向南方迁移 寒羞草 借着触发运动 来保护自身 避免受到伤害 菜豆在白天的时候 叶片平生 到了夜晚的时候 叶片下垂 这个是睡眠运动 这是玉山元博 由于充分的阳光 所以展现相光性 生命现象的最后一个 生殖 生殖的意义是指 成熟的清代 它可以产生新的个体 并且把它特征传给子代 这个我们就称为生殖 生殖的几个重要特性 生殖是生物和无生物之间 最主要的区别 生物才有生殖的现象 无生物就没有办法生殖了 这是两个最大的不同 生殖我们可以根据 是否有发生配殖的结合 我们把生殖分为 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 所谓的无性生殖 它包含了像细菌会进行分裂生殖 一个细菌变成两个细菌 两个变成四个 四个变成八个 这样子成比例的增加 水锡跟下母菌 它可以进行出芽生殖 蜗虫可以进行断裂生殖 默菌是利用包子来繁殖 草莓等一些高等的植物 它们可以借着根金叶等营养器官 来进行营养繁殖 所以生殖的目的 一个是在增加个体的树木 产生下一代 而最主要的意义 是在延续种族的生命 可是 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很明显地表现出生殖的行为 因为必须要个体成熟之后 才能够具有生殖能力 因此 个体如果不成熟 它就无法展现出生殖的能力出来 所以 并不是所有的生命现象 都是可以同时呈现的 像这个图形 是变形虫的分裂生殖 像这个是组织培养 我们透过特殊的酵素 及营养液 将植物的营养器官 来进行培养 使长成新的植株 这个我们称为组织培养 这个是水席的出芽生殖 你会发现 水席它会在身体的侧边 会先长出侧芽出来 这个侧芽慢慢长大 最后成熟之后 脱离母体 于是就成为一个新的子袋出现 这个是面包的黴菌 黴菌 我们把它放大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是黴菌的菌丝 这个菌丝 上端 这个是包子囊 包子囊里面 会有大量的包子释放出来 这个是黴菌的包子繁殖 这个是草莓 它进行营养繁殖 借着匍匐精进行营养繁殖 这个是蜗虫 它可以进行断裂生殖 我们如果这样子对切 对切之后 身体的头部会长出尾部出来 而尾部会长出新的头部出来 这个称为断裂生殖 像这个是落地生根的叶片 落地生根在叶片 叶圆的缺壳的地方 会长出新的植株出来 这个是利用叶片进行无性生殖 也是一种营养繁殖的方式 这个是精子跟卵子的结合 这个是有性生殖 这是无脊椎动物的蝴蝶 蝴蝶的胶尾 这是无脊椎动物的有性生殖 这是一般俗称的铁树开花 铁树其实是萝籽植物 所以铁树其实不会开花 它是结球果 中间这个是铁树的球果 铁树是借着球果来进行有性生殖 像这个是马的交配 马脊椎动物进行有性生殖 像这个是龙树的龙果 龙果借着果实跟种子 来进行有性生殖 我们这一节介绍的生命现象 包括营养代谢 生长运动 感应和生殖 这些各种不同的生命现象 每一种有它的特征 这也是生物跟无生物 彼此之间最大的差别 人的一生是很短促的 应该珍惜生命 努力上进 不要得过且过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这种既是终于达宏